天空怎麼黑黑的 不是眼睛花了吧 仔細看居然是成千上萬隻蜜蜂聚集 外送員立刻拍下這畫面上傳 密密麻麻圍繞在路燈桿附近的 就是上萬隻的蜜蜂盤旋 外送員還提到自己在等紅燈時 手被扎了一針 回到現場 這裡是高雄一新和凱旋路口 原來蜜蜂四族是附近一間中藥行業者 在頂樓養蜜蜂 自產自銷 現在正值春天 每年2到4月份就是蜂王分潮時期 簡單來說就是女王蜂會帶著公蜂找新家 密蜂離家出所 他們自己又靈了 又生了一個雞 那裡獨的威 最少最少都差不多一萬多隻或是兩萬隻 四族帶著我們上頂樓看看 現場至少養了六七箱的蜂箱 春天時只要產生新的蜂王 女王蜂就會帶著一到兩萬隻的蜜蜂群搬家趴趴走 四族也強調遷徙時的蜜蜂不會主動攻擊人 這一大波蜜蜂就出沒在高雄市區 實在少見 農業局說民眾遇到識別花 在室內的話就關緊窗戶 等10到15分鐘確認他們的行進方向 別靠近也不要回舞 萬一蜜蜂集結就可以打1999專線 交給專業人士處理 雖然蜜蜂不會主動攻擊 民眾還是要注意安全 TVBS新聞綜合報導